许多游客到基隆的唯一理由就是基隆的美食魅力无穷 除了知名的庙口夜市小吃 基隆长榮桂冠酒店也不常私 特别分享饭店周围其实有许多在地的美食小吃 来听听饭店业者的私房美食地图 其实饭店步行可到的 从早餐开始 像周家葱油饼 周家的豆浆 它是有炭烧味的 这个是在一二路上 然后甚至从一二路再往庙口的方向走 它其实还会有像红豆屋 泰社料理 或是城市像港式料理 还有上好便当 这些排骨饭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在比较属于城市区域的部分 这个都是客人会问 怎么走怎么到 那在饭店后方 其实还是会有像 韩式料理啊 春川啊 或是像那个 至光干面 这个也是非常多人 就是指名点用的 在远一点点 我们走大概十分钟的角尘啊 就会山沙湾的像金龙肉羹 然后牛肉面 然后还会有面线羹 这些等等 就是大家一定会指名要吃的 这个也是有限时间的哦 每天限量的 那饭店其实最近新兴的一些 美食景点就是像饭店走路 十秒就可以到达的好时程 它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的连锁餐厅 或是说像会有一些外来的饮食品牌 像坦岛 还有涮奶夜 还有像布纳菲 餐酒馆 那未来还有更多开饭啊 穿食堂这些相关的品牌 都会进驻在基隆 那这个部分也是对饭店的房客 有非常多的吸引力跟注意 那只要持房卡到 我们对面的好时程去使用 也是会有一相关的折扣 或是有些优惠 饭店其实正后方啊 它那个一二路有非常多的美食 有一些是不知名的 没有招牌的 那但是像房客他最多还会问 就是像素食的部分 在海鲜城市如何吃素食 那他们其实就会问饭店的员工 或是服务人员 那其实后方就有两家 然后甚至走到 比如像那个吉乐寺滴水坊 它也是可以享用很好吃的素食 这些其实只要询问饭店人员 都不用担心 基隆港湾因为有这些多元的美食文化 营造出了城市特有的旅游魅力 也欢迎来自各地的游客 一起来走读山海港城 基隆的私房美食地图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写者版本来自各地的游客 海港币市民主席 增长空 基隆多水苺